这场同学会我本不想参加 但碍于妻子想要跟老同学们见见 我只好答应 结果当天正好是妻子产检的日子 我便先前往同学会现场等她 站在门外还没推开门 就听到了里面此起彼伏的恭维声 郑总年少有为啊 以后可要多提拔提拔我们这些老同学 是啊嘉玲啊 你真是命好 随着郑总一起去大城市读书 见了大事面 现在过上了傅太太的生活 有个跟许嘉玲不对付的女同学 阴阳怪气地说 哎呀 我听说当年嘉玲 你不是和王一年交往吗 还约好了去同一所大学 怎么后来变卦了 此话一出场面瞬间有些尴尬 郑宇叶的狗腿子拍马屁地说 这说明许嘉玲太有远见啊 我听说王一年好像一直留在我们这儿 这些年也没个音讯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狗腿子二号连忙搭话说道 还用问肯定是过得不好呗 在这里发展 怎么能有郑总去大城市发展得好 你们说是吧 众人听后连连赞同 继续对着许嘉玲和郑宇叶拍马屁 看来许嘉玲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日子 我淡定地推开门 正好跟许嘉玲对上演 今天的她盛装出席这场同学聚会 身上的每一个配件 无不展示她如今的生活有多么奢华 最先跟我打招呼的是郑宇叶小王来了 她开口后其他人才跟我打招呼 今天休假我早上在家里睡到了自然醒 出门随意穿了套休闲运动服就过来了 一些视力眼的人 看我穿着朴素连招呼都懒得跟我打 继续举着酒杯跟郑宇叶社交 我倒无所谓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人都来齐了吗 有人迫不及待等着开席问了句 班长数了数人数说到今天苏女神也会来 有事耽搁了她让我们先吃苏洛也会来 旁边的男同学听到这个名字眼睛都直了 另一旁的女同学调侃地说道 你激动个什么劲 人家苏洛现在可是继承了家族企业 听说已经结婚了你没戏了 接着几个八卦的同学开始凑 在一起霹里啪啦地聊起苏洛 我不感兴趣拿起酒杯 正要喝一口酒视线无异于许佳玲对上 上一世跟她当了那么多年的夫妻 我自然是看得懂她的表情 她上下打量我 似乎是在嘲讽怎么我重生一次混得更差了 重生前我和许佳玲在 高速路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起因是大学毕业后 我就陪着许佳玲到大都市一起打拼了整整十年 现在事业小成我想回老家 我是独生子 我爸去年因为脑出血没能及时送医而去世 家里就剩下我妈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许佳玲当年也答应过我等赚到了一定的钱就回去 可现在她却一拖再拖 说老家没有发展前途 不值得回去并明确告诉我 以后都不回去了 大不了把我妈接到这边来养 但我妈早就来过了她不习惯这座城市 身边没有一个亲朋好友 别说我妈这么多年 我在这座城市都没有归属感 我终于忍不住对她发了火 你不回去我就自己回去 你非要这么逼我妈 许佳玲质问我 留在这座城市哪里不好了 你想当一辈子的香巴老妈 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后 就直接输在起跑线上嘛 她现在怀孕五个月 也是因为她怀孕了 我更想回去 我知道一旦孩子出生后 想要离开一座城市有多难 况且老家也并不差 虽然不是国际一线城市 但也是准一线的范畴 完全不似许佳玲说的那般不堪 照你这么说 留在小城市的人都没用吗 就是没用的人 才会甘愿在小城市里面狗活 一辈子浑浑噩噩 胸无大志 许佳玲满脸比一 我最看不起这种人 在你心目中 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吗 我冷笑着 我是不想你变成这样的人 许佳玲一整词言 又冷不丁地说道 早知道当年我就不该选择 和你一起留在老家上大学 耽搁了我整整四年的时光 我就该跟着郑宇叶一起 早早来这里打拼 高三毕业前 郑宇叶曾跟她表白过 她拒绝了 她和我当了三年的学习搭子 早就日久生情 可自从她陪着我 报考了老家的大学后 这十四年 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起初我以为她只是开玩笑 或许还在变相地告诉我 她对我有多好 有多喜欢我 为了我牺牲有多大 后来我才知道 她真的遗憾得很 所以在我们发生车祸后 意外一起重生 在高考田志愿那天 她义不容辞地追随郑宇叶 去了外地上大学 我留在了本市 我们都知道 对方重生了 却都默契地互不干扰 本以为这辈子 我和许佳玲 就会老死不相往来 此刻看着她 站在厕所的走廊上 显然是在故意等我 见我没有说话 她又讽刺到 现在你终于知道 留在老家 能有什么大的发展了 你看看 你再看看这帮老同学 有谁过好了 不过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已经打算 和郑宇叶结婚了 她拿出一枚 偌大的戒指钻石 很大大概五颗辣 而我之所以能够一眼看出来 是因为她比我 放在家里的那枚 看上去要小一点点 她说要不是你没出息 我还是会嫁给你的 上一世我和许佳玲结婚时 我还没现在这么有钱 所以买的戒指也很一般 此刻的炫耀 也是毫不掩饰了 那就恭喜你们了 我无所谓的说道 直接从她面前走过 我感觉到身后 许佳玲的目光 似乎很不爽 我都不知道 她在不爽什么 路都是她自己选的日子 也是她上辈子 梦寐以求的 难不成 真的要看到我后悔 她才高兴 我坐回自己的餐椅上 电话突然响起 看着来电 我接通产检结束了 笨马上就过来 累的话 要不就别过来了 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不要紧 我也想看看老同学 二十分钟后 到我笑了笑 好久不见我敬你一杯 我还要感谢你 郑宇叶笑着说道 听林林说 当年要不是你 当她的学习搭子 她的成绩也上不了211 感谢谈不上 互相帮助而已 不管怎么样 林林能有现在的成就 有你一份功劳 我替她敬你一杯 说着就要往我杯子里面 倒养酒 我不喝酒 我拒绝到就喝一点 她不顾我的反对 给我倒酒 我用手推了一下 啊 郑宇叶突然尖叫了一声 养酒倒在了 她的衣服和手表上 郑宇叶没什么反应 但许嘉玲心疼地喊了起来 她连忙拿着餐巾纸 不停地擦拭 嘴里还不停地说道 这件外套是高定 劳力士也是不能沾水 其他同学也都知道 她身上这一套价值不菲 都很紧张地看着她 郑宇叶也心疼 身上这套衣服和腕表 冲我说到王一年 你就算是嫉妒我 也不能这样对我啊 你把我的衣服和表弄坏了 你赔得起吗 我还未开口 许嘉玲就走了过来 怒斥到王一年你过分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解释真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刚刚似乎 并没有怎么推那瓶酒 只是拦住郑宇叶不要倒酒 可不知为何 酒就从她手里的酒瓶中 倒了出来 洒在了她的身上 我刚刚就说了一句 我和阿爷要结婚了 你就破防了许嘉玲 当众讽刺我 旁边的同学 也忍不住七嘴八舌 不是吧 我觉得王一年 挺淡然的一个人啊 不至于嫉妒他人吧 人不可貌相 有些人越是表现得满不在乎 内心越是在意得很 我听说当年王一年 和许嘉玲在一起过 只不过后来 许嘉玲去了外地上大学 就分手了 现在王一年 看许嘉玲过得这么好 心里一定极度的不行吧 我真的很无语 但还是耐着性子 再次解释道 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说了我不喝酒 郑宇叶非要给我倒酒 所以才会发生意外 我是真心感谢你 当初陪许嘉玲一起刷题 也希望你可以放下心中的执念 郑宇叶一脸真诚地说道 我知道你对许嘉玲一直念念不忘 我整个人愣住 很不明白地看着郑宇叶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对许嘉玲念念不忘的 我说了什么让你误会的话吗 还是我今天的表情眼神 出了什么问题 王一年你就别装网 郑宇叶笃定到 林林那么漂亮那么优秀 你不可能不觉得可惜 我不觉得可惜 我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 路都是自己选的 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许嘉玲冷笑一声 压根不幸我也不想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本就是互不相干的人 今天的见面也只不过是意外 如果早知道许嘉玲会来 我或许会回避 不是还有什么放不下 而是没必要和上辈子的人 再相见 上辈子的人就该留在过去 衣服和表 我陪你不想和他们再废话 我说到你把价格 以及你的银行卡账号发给我 我转给你陪许嘉玲 直接开了口 你知道阿爷的衣服 和包多少钱吗 衣服15万表30万 还不包括配货最便宜 算你45万 你拿什么陪我深呼吸 对于许嘉玲的狗眼看人低 我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我们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你好好给阿爷道个歉就算了 许嘉玲大度地说道 不能只是道歉 郑宇叶连忙补充道 你得当着所有同学的面保证 以后对许嘉玲 都不能有非分之想喝 我笑了被气笑了 看着郑宇叶趾高气扬的样子 我拿起旁边 被撒了一般的酒瓶子 我不急不徐地 把那半瓶酒 全部倒在了郑宇叶的衣服和表上 郑宇叶受到惊吓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好半赏才说到王毅年 你疯了吗 你在做什么 与此同时 许嘉玲也将郑宇叶护在了身后 还推了我一把 好在身后的班长连忙护住了 我又拦在了我面前 生怕许嘉玲会冲动地 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 他劝说道许嘉玲别激动 王毅年我给你脸了 是吗 许嘉玲凶神恶煞地说道 你居然敢这么对阿爷 你当你自己是谁 我不需要你给我脸 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谁 我就是我 我冷声又补充 既然我答应赔钱了 他身上的衣服和表 就是我的了 我怎么糟蹋 那也是我的事情 你管得着吗 你赔得起吗 许嘉玲狠狠地问我 银行账号给我 我一字一顿 你为了赌气 打算倾家荡产吗 王毅年 你早该收收你这要强的脾气 我们也不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把银行账号给我 我再次重复声音重了些 你别后悔许嘉玲威胁 玲玲别和她废话了 郑宇叶叫着她 整个人都要欺诈了 她既然不领情 那就把账号给她 看她能不能赔得起这么多钱 许嘉玲也没有在犹豫 说了一串数字 我输入了银行账号 直接转钱 系统却提醒我余额不足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家一直都是苏洛管钱 我的卡里 只有每个月两万的零花钱 许嘉玲和郑宇叶 在旁边等着同学也都看着我 都在看这么一场好戏 看我一直没有转出来 郑宇叶先笑了 王毅年不是刚刚挺傲的吗 钱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 零零的账户里面多一分钱 此刻 这许嘉玲的手机 也是拿在手上的 一直没有道账提醒 我卡里约有不足 一会儿给你转 我大大方方解释 一会儿呵呵 别一会儿装尿盾跑了 郑宇叶讽刺到极致 许嘉玲笑得比一周遭的同学 也在窃窃私语 我还以为王毅年真的要赔钱 我都替他肉痛 谁这么傻 四十五万半套房子了 本来许嘉玲和郑宇叶都不计较了 王毅年非要自己做 现在打脸了吧 吓不了台了把郑宇叶冷冷地问我 所以一会是多久 一年两年 还是一辈子啊 十分钟 我直言道 十分钟 苏洛怎么都到了 别装了王毅年 你根本赔不起 郑宇叶不想和我浪费时间 本来刚刚考上道歉就行 但现在你得跪下来求我了 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 好在下一刻 房门突然被推开 伴随着一道熟悉的嗓音 不好意思来往了苏洛走了进来 所有人的视线都看了过去 他带着歉意 刚才有事迟到了 说着就直接走到了我的身边 他看着眼前的场景 也发现了一样怎么了 一点小误会 班长连忙打着圆场 又对着郑宇叶和许佳玲说道 都是同学 大家也没必要闹得这么讲 给我一个面子行不 班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 是王毅年在不知好歹 郑宇叶盛气凌人地说道 本来我没和他计较的 他非要往我身上倒酒 我再怎么不计较 也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是吗 苏洛转头看着我嘴角 似乎还笑了笑 你倒酒在人身上吗 苏洛我听说你以前读书时 暗恋过王毅年 我也不想当着你的面抹黑他 但他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因为嫉妒我们家宇叶 故意找茬 还弄脏了他的衣服和表 你家庭条件一直很好 应该认识宇叶身上的牌子吧 你嫉妒郑宇叶 苏洛皱着眉头问我 你觉得呢 我反问他 倒也没什么好嫉妒的苏洛 自顾自地说道 郑宇叶有些不悦 苏洛难不成 度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还喜欢王毅年 是啊 他一直没变过苏洛大方承认 其他同学都很惊讶 他们都不知道我和苏洛结婚了 其实苏洛追了我很多年 我一直没有同意 我不想再经历和许佳玲那样的婚姻 彼此都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但就是很窒息 后来 我渐渐发现 苏洛和许佳玲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也没必要一直活在过去 总得往前看 加上父母也开始催我恋爱结婚 于是就同意了和苏洛的交往 今年采领的结婚证 因领症候不久就查出苏洛怀孕了 所以我们将婚礼延了期 还没来得及通知任何人 苏洛回头问我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银行卡约额不足 你帮我转45万到许佳玲的银行卡里面 赔郑宇叶的我回答 卡号给我说着 苏洛就拿出了手机 郑宇叶惊呆了 许佳玲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起来 苏洛 这是我们和王毅年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插手王毅年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弄脏了我的衣服 让苏洛赔钱 你真把苏洛当冤大头吗 仗着人家喜欢你 你就这么对人家 郑宇叶也不服气地说道 他们都知道 苏洛家庭条件好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是大奔接送啊 我乐意 苏洛说得还很得意 能够被他需要 我心甘情愿 郑宇叶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他本来是要给我难堪的 至于为什么他看我这么不顺眼 我也不知道 不管如何 我和许佳玲 都是早八百年前的事情了 压根就没有在意的必要 是这个卡号吧 苏洛输入银行卡号后 让许佳玲确定 许佳玲看了一眼 冷着脸没说话 苏洛也没有耽搁 将钱打了过去 许佳玲收到了短信到账提醒 郑宇叶侧过头去看了一眼 不可置信道 苏洛 你还真的帮王一年赔了四十五万 否则呢 苏洛没什么耐心道 现在钱赔你了 能好好回你自己的位置吗 郑宇叶咬牙 他看了一眼许佳玲 许佳玲什么都没说 黑着脸走了 那是许佳玲回到了他们原本的位置 郑宇叶顺手拿起面前剩下的雪茄 又抽了起来 班长正在招呼着所有人吃菜喝酒 苏洛坐在了我的旁边 我看着郑宇叶抽烟 眉头皱起 不好意思郑宇叶 我老婆怀孕了 请不要在室内抽烟 郑宇叶和许佳玲都愣了一下 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的话 郑宇叶连忙问道 你老婆 谁是你老婆 这还不明显吗 我轻笑 顺势将苏洛搂在怀里 大大方方地介绍道 财领证 还没有办酒席 所以没来得及通知大家 不过因为洛洛意外怀孕了 婚礼会延后 你和苏洛结婚了 许佳玲声音都变尖了 有问题吗 我反问她 许佳玲整个人瞬间尴尬 脸红 无地自容 她刚刚还只高气扬地说 我嫉妒她和郑宇叶在一起 还骂我没钱 可众所周知 苏洛在学生时代 就是学校的佼佼者 除了家世号之外 成绩也在学校名类前茅 大学毕业后开始自主创业 现在的商业成就不比郑宇叶差 甚至略胜一筹 只不过两个人发展的城市不同 没什么交集 但两人一定在同学圈中 都听说过对方的成就 所以此刻的许佳玲才会这般 羞愧难当 周遭的同学 看郑宇叶的眼神也都变了 刚才他们俩一唱一鹤 想要羞辱我 突然就觉得他有点狗眼看人低 当然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 要拿和苏洛在一起炫耀什么 和他在一起 我看中的从来不是他的钱财 身份 地位 而是志同道合 重活一世 我深刻地知道 两个人三观一致 到底有多重要 否则 在美好的爱情 最后都会埋葬在婚姻的坟墓里 宣布我和苏洛的关系后 所有同学都很积极主动地 给我们敬酒 苏洛忽短地说道 我老公不能喝酒 酒精过敏 明白 我们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 仗着自己有点钱 就各种欺负人 一个同学阴阳 一时间 同学间的风评 也都全部转向了 郑宇叶脸色难看无比 她黑着脸看向许佳玲 希望许佳玲能够帮她说说话 可许佳玲的视线 压根没有放在她身上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本来不想搭理她 但实在是被许佳玲的视线 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转眸看了过去 许佳玲的眼眶有些泛红 像是很愤怒 我也不知道她在生气什么 现在大家各自安好 不就是最好的安排吗 苏洛似乎也注意到了 许佳玲的眼神 她轻笑了一下 许佳玲是对我和一年的婚姻 有什么不满骂 许佳玲收回了视线 自顾自地喝着酒 一言不发 苏洛也没有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依偎着我和同学们聚在了一起 大家都在恭喜我们 说苏洛这么多年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说我和苏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同学会上很是热闹 并没有因为刚刚不愉快的小插曲 而受到影响 甚至因为苏洛的到来 气氛更好 大家也都把注意力 放在了我和苏洛的身上 原本是大红人的许佳玲和郑宇叶 反而被冷漠了 两个人也意外地变的低调 甚至同学会还没结束 许佳玲就摔门走了 郑宇叶匆忙忙地追着许佳玲 也离开了 她突然在使什么脸色 一个同学无语地 看着许佳玲离开的身影 另一个同学附和道 以为自己在大城市待了几年 就拿鼻孔看人了呗 我们也不过是碍于同学 给他们点面子捧捧场 还真以为自己飞天了 总觉得我们低态一等式的 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谁也不比谁高贵 同学们对许佳玲今天的态度 都有些不满 我倒习惯了 许佳玲从骨子里 就看不起小城市里面的人 认定了小城市的人 都没见过世面 不在一个档次 同学会结束后 我和苏洛坐在小车内 苏洛喝了点酒 有些醉意 她酸溜溜地说道 许佳玲好像还没忘记你 不可能我笃定 她只是见不得我过得好 在她看来 我留在小城市 就该蹉跎岁月 就该后悔终生 却没想到 我居然真的在这里 安稳了下来 她终于知道 分开这么多年 我并不是在和她赌气 苏洛也没有再多说 她只是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我耳边喃喃道 我还要感谢 她当年抛弃了你当年 说不上谁抛弃谁 我一直觉得 这是我们双方的选择 所以从没有怨恨许佳玲一点 如果不是 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大抵是真的把她遗忘了 然而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许佳玲的电话 她说 王一年 我们见一面 我直接拒绝了 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好见面的 我在赛博咖啡等你说完 许佳玲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似乎笃定 我一定会去 像上一世一样 她能精准地拿捏我的性格 我们之间的争执 不管谁对谁错 到最后 一定是许佳玲想要的结果 否则 上一世也不至于 过了整整十年 许佳玲还是让我陪着她 一直在外地生活 这一次 我确实如她所愿 也会有那么一丝好奇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顺便 把话说清楚 以后大家就老死不相往来 我走进咖啡馆 当许佳玲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就从她眼神里面 看到了得逞的笑 在她心目中 我就是这么好控制 我坐在了她的面前 开门见山地问道 有什么事 卡布基诺还是摩卡 许佳玲问我 喝不惯这种都市利人 喜欢的饮品 我直言道 我看到许佳玲的脸色 有些微变 但终究什么都没说 她让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 她说 王一年 我没想到你居然霍苏落在一起了 读书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她吗 人是会变得我冷漠地说道 当年你不也拒绝了 郑宇叶的表白吗 现在不还是和她在一起了 我是因为 许佳玲到嘴边的话 又没有说出来 我也没什么兴趣 只说道 婚姻 都是冷满自至 喝不喝酒 只有自己才知道 你什么意思 说我们上辈子的婚姻不合适吗 许佳玲有些愤怒 要不然呢 我大方承认 否则为何 我们会各奔东西 我只是在给你教训 许佳玲生气地说道 我只是在让你明白 上辈子你的执念是错的 一旦你后悔了来找我 我们可以重归于好 我就这么看着许佳玲 也没笑 也没生气 就觉得很无奈 我很不明白地问许佳玲 为什么你会这么有忧郁感 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许佳玲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的选择就是对的 你看看周围的同学 留在本地的同学 有几个是飞黄腾达的 对 苏落是发展得不错 但她是因为有家庭背景 要是没有她家里人的帮助 苏落一样一无是处 只有我 靠着我自己的双手 在国际大都市出人头地 许佳玲越说越激动 我喝着白开水 并没有打断她的话 直到她看到我一直默不作声 才生气地问道 你怎么不说话 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我说什么有用吗 王一年 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 承认别人优秀 有这么难吗 是 你确实很优秀 我给予了肯定 能够靠自己在陌生的城市生活下来 本来就不容易 更何况许佳玲还发展得这么好 我看到许佳玲的脸上 不可自意地洋溢出满意的笑容 我继续说道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的报复是错的 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成就 纵观整个世界的发展 也确实需要你这样积极向上的人 去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可是许佳玲 你的选择是对的 别人的选择就一定错吗 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 甚至讽刺别人的人生 你在大城市开了眼界 给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这是你对社会的责任 然而你对家庭的责任在哪里 你想过你的父母没有 他们难道不希望你留在身边吗 对 你给了他们的钱够他们养老 可人到了一定岁数 真的会觉得有的东西比钱更重要 我话没说完 许佳玲就听不下去了 她说 王毅年 我不想听你的大道理事 她根本不可能听我的想法 在她心目中 她认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 所以我才会那么深刻地意识到 两个人之间三观一致有多重要 我不再多说 两个人沉默了些许 许佳玲突然开口道 王毅年 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我今天来主动找你 就是来问你 愿不愿意跟我回去 我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许佳玲看我的模样 叹了口气 是 就当我给你先服软了 你现在跟我回去 这十年的事情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沉默了许久 才消化许佳玲说的话 我以为许佳玲今天约见我 不过是想拜一下 她自己现在过得有多好 我离开她有多亏 我今天来见她 也是想要告诉她 我现在过得很好 从未后悔过一秒 我想都没有想过 她会求和 两个人早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了 太高兴了 许佳玲看我不说话 杨梅问我 许佳玲 你是不是疯了 我终于忍不住 声音大了些 许佳玲脸色难看至极 我现在结婚了 苏洛怀孕了 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稳定美满的家庭 而你也已经有了未婚夫 在大城市站我的脚跟 你现在来说让我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无语 到底是我不能承认你的优秀 还是你见不得我好 许佳玲被我说得难堪 她反驳道 亡一年 我知道你这十年是在和我赌气 不就是当年 我没有满足你回老家的愿望吗 行 我答应你 等我回去把工作处理好 就陪你回到老家 留在你父母身边 我沉默地看着许佳玲 许佳玲以为我在思考 大度地说道 我知道现在让你马上做出决定 有些难 我后天走 后天之前你答复我就行了 不用等到后天 我现在就答复你 许佳玲看着我 有些惊讶 她说 你想好了 不需要想 许佳玲 我现在已经有了我的生活 我们之间早就过去了 重生那一刻 我们就做好了选择 我不需要你委屈自己 放弃你的大城市 放弃你的人生追求 王毅年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像今天这样放低姿态 来找你求和 我不可能还有下次 如果你今天的目的 只是为了整个 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 再浪费时间 我直接起身 再见 永远也不要再见 王毅年 许佳玲一把拉住 眼底闪过惊慌 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呢 许佳玲狠狠地问我 你到底做到什么地步了 你一句话 就让分开了十年的我们 重新在一起 凭什么啊许佳玲 所以你想要我怎么样 许佳玲咬牙道 我尽量满足你 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你离我原点 王毅年 你别太大男子主义 就当我是大男子主义吧 我没办法和他说明白 也不在乎他心里所想 以后我也会一直这个样子 所以许女士 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王毅年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许佳玲有些崩溃 你是要我跪下来求你吗 承认我还是喜欢你 承认我这辈子非你不可 我看着许佳玲 她今天说的话 声音也缓和了很多 这十年就当是一场梦 我们重新开始 当年我也是因为和你赌气 才会选择离开 并不是不爱你了 怎么会是赌气呢 我笑的讽刺 你不过是走了一遍 你自己想要走的路 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幸福 所以想要回头重来而已 许佳玲很激动 像是恼羞成目 她说 我什么时候后悔了 我现在的成就 我还需要后悔吗 我现在过上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 要车子有车子 要票子有票子 你怎么想的 对我而言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我平静地说道 从你追随郑宇叶 一起去外地读书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 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王一年 别装了 你就是接受不了 当年我弃你而去 你就是放不下你的自尊 和我重归于好 但我现在 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我确实接受不了 你当年义无反顾的 和郑宇叶离开 我承认 当年重生后 我有过失落 我没想到许佳玲 会这么快就下顶决心 做得那么绝对 我以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多少会有些犹豫 可没有啊 那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放下了 对你所有的执念 我看着许佳玲 若不是你现在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甚至不记得你这个人了 王一年 我不管你信不信 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希望你再也不要 出现在我面前 打扰我幸福 美满 向往的生活 我狠狠地甩开许佳玲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以为我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和许佳玲闹得这么不愉快 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哪怕意外碰面 也只会是陌生人 但我没想到 半个月后 我又收到了许佳玲的信息 王一年 我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 我直接梦了 上面的字我分明都认识 现在却突然看不懂意思了 见一面行嘛 我直接把手机关机了 就当出现了幻觉 可下班时 就看到了许佳玲 站在公司门口等我 王一年 许佳玲还是一副高高在上 为我放弃一切的模样 走到我面前 我真的有点反感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问他 你不是埋怨我一句话 就想要让你回到我身边吗 现在我已经把外地的事业 全部都处理好了 以后就安心回这里发展了 绝不会再离开 许佳玲保证 你真的觉得 我们之间变成这样 仅仅是因为我想回老家 你想留在外地吗 否则我们之间那么相爱 怎么会渐行渐远 我们之间渐行渐远 是因为我们双方 都做出了选择 是因为我们彼此 都放弃了对方 我没有放弃你 许佳玲很激动 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 她愿意陪你 留在你喜欢的城市 她可以给你优越的生活条件 可这些 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了 你明知道我过得很好 为什么还要来纠缠我 因为你内心真正喜欢的是 我许佳玲笃定 你只是因为我的离开 才会退而求其次 或苏落在一起 现在我回来了 你不应该违背自己的内心 我没有笑话许佳玲的自以为是 毕竟 当年我真的很爱她 才会让她有这个底气 说这些话 许佳玲 你知道爱是会失望 也是会消失的吗 我看着许佳玲 许佳玲眼眶红透了 她大概没想到 我真的会对她这么淡漠 淡漠到 她真的感觉不到 我的一丝情感 上辈子我陪你去外地发展 你曾答应过我会回家 可最后你却说 再也不回来了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 你对你人生事业的追求 何况你确实也成功了 我生气的是 你不应该骗我 从你让我陪你去外地 那一刻开始 你就没想过回来是吗 许佳玲为自己找理由辩解 我是怕你不跟我一起去 我真的很爱你 很怕失去你 重生后 你想都没有想 就跟着郑宇叶一起去了外地 你没有想过怕失去我吗 我 许佳玲无言以对 她痛苦地说道 我以为你足够爱我 会一直等我 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了 因为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你接受不了 所以才会回头来找我是吧 王一年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和郑宇叶在一起 也只是意识新鲜 我爱的人从头到尾 都是你许佳玲深情地说道 我听着却越发觉得恶性 你不喜欢郑宇叶 却耽搁了别人十年的青春 你说你喜欢我 却一定要我臣服于你 现在你发现一切都失去了你的掌控 你开始慌乱后悔 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很龌龊吗 对不起许佳玲突然道歉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解 对不起王一年 你原谅我这一次行吗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 许佳玲从怀里拿出她亲手做的戒指 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她说 王一年 你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上一世 我们也一起做了一枚一样的 我这次回来 其实就是想要找你复合 这枚戒指也是为你专程做的可再怎么像 也不是那一枚戒指了 许佳玲 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我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意思 也能懂的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 王一年 我真的为了你 放弃了大城市的发展 那是你的选择 和我无关我打断她的话 而且我早说过了 我们的分开 城市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你一次次的行为 让我感觉到了寒心 我会改的 你不会改 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有目的 既然她不愿清醒 那我也没必要给她留情面了 你知道我曾经很爱你 所以你可以肆无忌惮地 利用我这段感情欺骗我 你知道哪怕最后被我发现了 我也会原谅你 你做了戒指不是因为我喜欢 而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挽留我 因为你发现 我好像真的已经不稀罕你了 你现在选择留下 不是为了我 是因为你父母年纪大了 再加上你母亲突然生病 他们需要你回来陪在身边照顾他们 而郑宇也不会陪你留在这里 所以你才想到了我 我说得很平静 甚至还笑了 因为我发现 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 哪怕知道许佳玲所有的动机不纯 也不会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看着不远处的苏洛 走到我的身边 我知道她在等我 她尊重我的所有决定 她也有足够的自信 因为她对我的好 许佳玲望尘莫及 老公 可以走了吗 苏洛搂抱着我的身体 问我 我点头 甚至不再看许佳玲一眼 我们转身离开 我下定决心留下 真的是因为你 不是郑宇也 也不是我父母 许佳玲在我们身后 大声说道 我停下脚步 哪怕没有这些你所谓的目的 我也不可能重新和你在一起 许佳玲 不爱了 就是不爱了 真的 一点都想不起 曾经和许佳玲的那些美好 我现在目光所及的幸福 都是苏洛给的 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给过许佳玲 任何可以接近我的机会 我把她的手机号码拉黑了 所有陌生号码一律不接 遇到苏洛后 我才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是一家人 数月后 苏洛生下了一个女儿 我和苏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请了很多老同学 当然没有许佳玲 我和苏洛去同学做敬酒时 听到一个同学说起 许佳玲一年多没去外地了 听说她和郑宇叶也分手了 许佳玲的母亲 前几天去世了 另一个同学说道 好在许佳玲还在家陪伴了一年多 否则怎么心安啊 我前几天就去参加了葬礼 许佳玲看上去变化很大 完全不像去年 我们同学会那时那般意义生辉 整个人死气沉沉的 据说她母亲去世时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她结婚 该不会许佳玲 一直对郑宇叶念念不忘吧 不是一个女同学小声说道 郑宇叶为了许佳玲 也愿意留在老家 还主动跟许佳玲求和 被许佳玲拒绝了 郑宇叶说许佳玲失望不了 她看了我一眼 话没有说完 知道在这样的场合 并不适合说这种话 我也当没有听到 很自若地喝着自己的喜酒 招呼着客人 婚礼结束后 我和苏洛疲倦地回到家里 收到的礼金 然后突然叫我 王一年 有一个你的私人红包 笨 苏洛拿给我 我看到红包上的名字 许佳玲 我今天并没有见到她 我看向苏洛 苏洛笑道 我也没有看到 我打开红包 看着里面放着一枚戒指 还有一封信 以及大约8888元的盒礼 我打开了那封信 王一年 新婚快乐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 但我还是忍不住 来了你的婚礼 我应该没有让你发现吧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看你是不是真的 过得很幸福 这样我大概就会死心了 我大概就会真的认清现实 你真的不爱我了 一点都不爱了 我还自以为是的觉得 只要我回头 你就会在原地等我 你说得很对 重生是我的离开 并不只是为了和你赌气 我一直以为没有你 我和其他任何人 都可以幸福 我依旧可以过得很好 前几年 我也确实享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用考虑你的情绪 不用被你强迫吃早餐 不会因为应酬回来罪了 被你骂 更不用每天被你吵着 要回老家 可突然有一天 我开始想你了 想你做的饭菜 想你不管我应酬多晚回家 你都会坐在客厅等我 想你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想了你很久 但我一直没有来找你 我固执地认为 我们之间应该是你来服软 因为你的选择是错的 直到 我终于忍不下去了 我疯狂地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甚至常常把正语业 叫成你的名字 于是 我回来了 来参加了同学会 当我看到你一身朴素打扮的时候 我天真的以为我赢了 你过得这么不好 我现在让你回到我身边 你一定不会拒绝 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你看着我的眼神 一点爱都没有了 我以为我可以用钱来打压你 我没想到你和苏洛结婚了 你不仅不缺钱 也不缺爱了 我开始慌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 才能够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你只是在我喝赌气 才会选择苏洛 你爱的人是我 上辈子你那么爱我 不可能说不爱就不爱的 所以我厚着脸皮来找你 我觉得我是有胜算的 苏洛能够给你的 我都可以给你 而你更爱我 你会被我感动 现在想来 我真的都是在自取其辱 凭什么 我抛弃了你 还理直气壮地觉得 你会在原地一直等我 我真的自私又阴暗 看 直到这一刻 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放弃大城市的生活 真的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父母 尽管我很庆幸 在我母亲最后这段时光 我陪在了她的身边 我知道我说什么 都无用了 我只是真的好难过 王一年 我的心口真的好痛好痛 苏洛生产那天 我偷偷去医院了 我看到苏洛抱着你们的孩子 我看到她脸上 初为人母的快乐 我想起了我们上辈子 那个未出生的孩子 我曾经也真的很期待 她的来临 我也做好了 为人母亲的准备 可再来一次 我却错过了 对不起 王一年 对不起 祝你永远幸福 我无奈地看着这封信 有些五味杂陈 许佳玲现在的心情 大抵和我刚重生时 看到许佳玲 头也不回的离开时的心情一样 哪怕我一直告诉自己 要尊重对方的选择 但夜深人静时 我也还是会崩溃 会不甘 会痛苦 会难熬 只不过现在 都过去了 我不知道许佳玲 需要花多长时间走出来 真的 已经不重要了 我把那封信 扔进了垃圾桶 并没有看到信封背后 还有一段文字 王一年 今晚我会一直在你的婚房外 一直等你 苏洛看着我的举动 在旁边望着我笑 他说 老公 专校一刻值千金 我们熄了灯 漫漫长夜 从此再不孤单 全文完 一会儿 月份预告